主席,我想請吳錦麟主任委員 公務人員退休虎系基金的監禮委員會主任委員 我們現在請副院長也是我們的主委 主委早 很久沒看到你,有一點思念 我今天早上一直在看我們監禮委員會的報告 那我看了你的報告大概只有幾頁 前後不到,就整個的報告不到十頁 那我現在很好奇,我也很希望了解 就是我們在退休虎系基金監禮委員會當中 到底我們現在運作的經費大概有多少 今年是,就是98年是3919萬 3900多少 一十九 一啦 3900 一九萬 3900 一十九萬,怎麼有這點點而已啊 對啊,我們是單位很小啦 不是,我的意思不是你的單位只有三 我想你單位多少錢我不管啦 你說基金啦 對啦,就是你們在整個經理委員會的基金 你們現在到底有多少錢在運作 只是現在有四千三百一十五億 是最低,最新的 四千三百一十五億 對 啊,這個今天報告裡面沒有就對了 這個主管 啊,口頭有講齁 口頭有講齁 因為我沒有聽口頭所以 這個方位我幫你報告齁 這個 這個 在 依照我們基金的管理條例啊 對 所有基金的收支 我們現在是委託哪幾家公司在做 這個 還是我們自己在做 所以我現在在報告齁 就是基金的收支管理運用是管理會 管理會在 在操盤啦 等於他們在運作 管理會是哪些人在操盤 我們是部長兼管理會的主委 是前序部主委 對 啊,你沒有操盤 我們是負責監督考核 好,那我想請部長也上來齁 那你們這個操盤的以後齁 好,請張部長 從去年到現在齁 因為我知道他 過去 他這個財務不錯啦 啊,到底有沒有賺到錢?賺了多少錢? 謝謝謝謝 我們基金啊,去年受到金融風暴的影響 所以我們居金 以實現以及未實現的損失 加上金融評鑑的損失 去年損失了860億 去年損失多少? 860億 860億 那今年呢? 今年到一到九月份止 以實現的收益 再加上未實現的收益 再加上金融評鑑的收益 已經到614億了 所以換句話講還 到九月底 到九月底 換句話講 也就是說去年損失了 到今年 還沒有補回來就對了 對,已經大部分補回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跟黃雲報告 就是說我們除了這金額之外 我們要看看投資報酬率 我們現在不行 我們現在到底還沒有委託 那個 對,我再跟黃雲報告 我們現在投資報酬率 我們現在還沒有委託其他的這些證據 委託了哪幾家 這些資料 我們現在一共是 我們現在投資報酬 已經是年化投資報酬22 我想在國內所有基金 投資報酬是最好的一個 這地點報告 現在我們現在目前 委託我們分成兩種類型 一個是國內委託 一個是國外委託 一個是國外委託 對,國內委託 國內委託有哪幾家 國內委託我們一共有八P 有八個提示 從基金84年成立到現在 我們有84個提示 84個提示 實際上你這裡面加速相當多 到時候比如說像 像富華金控啊 像有關各種統一啊 你能不能把哪幾家做的 哪幾家到底哪幾家做是賺錢的 哪幾家做是虧的 你能不能在這裡做報告 在前面 一到國內委託一到八提示裡面 那其中有第六提示 如果是平衡型的 是賺錢 哪幾家平衡型是賺錢的 國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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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這個部分是很重要的 那個 那個主委 第八提示全部都賺 第八提示全部賺 是我來以後 國內的還是國外的 國內的 國內的 第八提示全部賺 前面哪幾提示是虧的 一到七 一到七 國內的全部虧啊 對,一到七 虧了多少 虧了八百多億 去年是八百多億 不過今天都會來的 今天陸陸續 因為整個大環境 現在不能這樣子算 因為整個大環境的問題 對 那你國外的去年是虧還是賺 國外的 去年當然虧 去年也是虧 去年也是虧 去年國外委託 我想 因為你這個有這麼大的一筆預算 一筆基金在這裡 跟黃委員報告 因為我今天只是報告一關 基金管理委員會的預算 基金的預算 我們還有單獨審它一次 所以今天沒有報告基金的整個收支運作 不是我想 因為我們看了這個報告 第一件事一定會想到 你在整個退府基金當中的管理 因為你必須要讓所有的公務人員都放心 因為大家把錢交到這個上面來 那你如果全部把它虧完了 那不是全部都垮了嗎 對不對 不會 所以我想 我希望你把這個國內 有到底我們 我們委託的哪幾家公司 我們現在網上都有 我把這個資料也立刻提供給黃委員參考 好 國內、國外的都提供參考 好 我希望這個報告一定要很清楚的讓我們知道 好 那再來我要請教 這個 去年我們在這裡 應該是去年 也是維剛在這裡主持會議 應該是上個會期 上個會期在這裡主持一個會議 那當時大家對這個私校退伍條例 都有一定程度的共識 好 當時我不知道我們全序部是哪一位來出席的 應該就是你們 就是部長 那我想請教部長 你對當時的主張 跟最近引起的一些正義 你能不能夠清楚的跟大家詮釋 我們整個國家的制度點章應該怎麼走 好 那怎麼走下去 大家才能夠公平的競爭 呃 第一個啊 當時在 在 大院在斯巴韓法治文會審查時候 當時做成這個決議 實際上已經做決議了 對 因為這 這個有關有關失效 從公報要一波化 這牽涉到院和院之間要協調 對 還牽涉到很多單位 就是考試院跟行政院都協調過 對 做協調 那麼在行政院裡面牽涉到國防部 還有還有國營事業 對 還有國營事業 還有教育部 還有老五會 基本很多單位都都必須要進行協調 你們在什麼時候已經經過協調 你告訴我 今天我跟那個黃遠鵬 今天早上 對 行政院的蔡正文 蔡勳雄 今天是十九號嗎 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他已經邀請 我們全區部以及行政院相關部會 在積極進行協調當中 是今天 我想我今天不跟你講今天的事 我跟你講 上一次我們在開會的時候 我們的協調結果是什麼 協調結果 當時沒有做成決議 只是說希望我們這幾個部會 當時已經有這樣子的一個協調嘛 對不對 對 希望我們積極進行協調 不過我想當時在立法院的決議 他希望就是說移出去 從公保基金裡面去移到 那我們準備公保基金移出去 準備移出多少經費 這就我要跟那個黃遠鵬報告 就是說因為公保基金我們現在目前 我基金金值是1520億 1530億左右 一千多少 1530億到9月底值 那麼現在我們就是說 因為這裡面啊 就是說私立學校教職員部分 因為我們現在一共投保的人數 一共是有六十九萬 我想這個部長 OK好 因為現在有一件事 我認為你們今天早上的開會的結果是什麼 我還不知道 你還不知道 所以你今天早上是派誰去 派我們退伍司理事長去 好 你等一下把你們等一下開會的資料給我 那本席現在要請教你 也就是說 當時大家 你認為像最近 我覺得我們政府機關 不應該這樣子做事 我舉一個例子講 像最近 他們就一直誤會說 行政院 把二十億的社會福利的基金 拿去補 台北市跟高雄市的健保 然後讓所有社會福利的團體 全部在那邊跳腳 而且我本席認為國家是一致的 國家是一致的 國家不能一國三致 也不能一國五致 因為你如果一國三致一國五致就是不平就民 這很簡單沒有學問 你當時馬英九總統在選舉的時候就講 要把整個私立學校 因為您看整個的私校的這個辦法 您認為這樣合理嗎 公平嗎 當他當時實際上私校教職員 他六萬五千個人 在當時放在公 公保基金裡面 實際上當然有他的例子 背景 不過他移出去 基本上我們不反對的 你們支持還是不反對 你們支持 那支持的話你們移出去 你們可以 你們必須要移轉多少經費出去 我們支持的話我們就是希望就是說 這個帳要算清楚 對 在一千五百二十一裡面 就說已經已經應付的記在這裡面 從準備金裡面 按照我們幾十天運作結果 到底這裡面屬於私校的部分 應該他佔多少金額 這要算清楚 你這麼長的一段時間 你算過這個金會有沒有 一百四十九一 一百多少 一百四十九一 一百四十九一 所以你認為這樣子的一個移轉的話 你對整個的財務有問題 一百一百四十六也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所以你對公保也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他們移轉到勞保 你去了解有沒有問題 移轉到勞保 其實願意做政治決議 因為我們移轉一百四十六億 實際上這裡面還有潛藏性的負債 潛藏性負債還有138億 138億 那這138億 這個138億什麼人來負責 國庫負擔 國庫來負擔 我們一定要澄清楚 就是說這138億的潛藏性負債 絕對不能由我公保基金去負擔 是由國庫來負擔 所以我想那個很簡單的 這個沒有學問 那個部長 因為你們在整個國家的典章制度裡頭 你就是必須要建立一個合法 而且公平的一個制度出來 今天你整個的制度不對了 我想所有的團體都會跳出來 所以我想我們從去年一直到現在 就上個會期一直到現在 你們基礎上來講你就是支持 必須要他從私校 必須要從公保當中移轉到勞保去 那所造成的潛藏的這些負債 必須要從國庫來處理 只要大原則 大原則就是從國庫來處理 國庫來處理的這個部分之後 你認為還有什麼其他的問題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實際上在我們公保基金裡面 可能類似私校教職員部分 其中有關比如說公營事業的 有關各種行政人員 現在一共有四萬兩千個人 另外還有駐衛警 總共有多少人 四萬兩千個人 還有駐衛警 兩千三百多個人 駐衛警兩千三百多個人 所以這兩個部分可能也會 比照要求移出去 好我請問你 所以一共是十萬人 那國營事業這個部分 你認為應該要怎麼樣移轉 國營事業我們也經過精算結果 要87 要87億 87億 那駐衛警的部分是五億多 所以總共移出去是239億 239億 這裡面沒有包括 那個部長我請問你 你認為國營事業的這個部分 站在我們國家的立場 你認為不應該移轉 國營事業問題就比較複雜 因為實際上 國營事業交通部 經濟部和財政部 這三個單位的 這國營事業的員工 他們的待遇的給付的方式都必要 必須要行政院做政策上的考慮 必須要整個政策 我想部長 我們必須要了解一件事 當時不管交通部 不管經濟部 不管財政部 沒有任何一個國營事業的員工 自己會去選擇說 他要參加公保 或者參加勞保 這個是整個歷史背景 要他們這樣子去做的 並不是他們自己去做這樣的選擇 那今天我們整個國家 走入一個國民年金的一個制度 我們就必須要有一個公平 合理的方法來解決 所以我希望部長在這個部分上 回頭你把今天他們開會的資料給我 會上的結果我們跟網友報告一下 好 謝謝 那我也希望你把這個 包括這個國內、國外 他們所做的那些 我們去委託的部分 王丁榮教授做的一個精算 對 你把那個精算的 包括我們算過來的那些資料 全部一份給本席 好 謝謝 謝謝